是這樣子啊 就是 我們開了這個 等一下喔 這畫面好像有點太大 你上來就秀村民嗎 是這樣的 就是施改會其實 有一個數位典藏計畫 這是施改會的Headpad 過一陣子等到Data完蛋了以後 我會把這個直接轉移到GDM那邊去 那 目前施改會跟跆拳會有數位典藏計畫 然後裡面有很多資料 那我想說把它用API的方式 提供給大家查詢 那已經不是用 Core了啦 Express 和Rails 這兩個都寫了 我本來用RAW.js 然後Express 但是它的那個 塞資料的CP一直出問題 因為JavaScript 有一個併發的特性 然後它就會變成萬劍齊發 然後它全部都往資料櫃裡面塞 然後資料櫃就DEDLOCK 然後就掛掉了 然後我可以現場DEMO給大家看 DEMO DEDLOCK DEMO DEDLOCK 所以先用RAW.js DEMO給大家看 那 基本上它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所有的資料 然後 然後 長這個樣子 然後 滿滿的 我這邊拿到也78筆 之後要更多 然後 再來的話 你可以去對它做LIMIT 按OFFSET 好像出了問題 好 我再去查 對不起 然後你可以去查詢 比如說 跟司法相關的 然後 就全部丟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 或者是 你根據 它的ID 去查詢也可以 這是只有這一筆資料 或者是 根據它的識別碼也可以 這樣子 然後 另外就是 Keyword的部分 就是這是關鍵字的部分 關鍵字已經都繞出來了 然後關鍵字 就是關鍵字裡面也可以去做查詢 是一樣的 跟司法相關的 促進司法和其進行 你看現在是會咬人的怪獸吧 然後 像這個跟憲法相關的 然後 你可以 從那個Keyword裡面 撈出相應的一些資料 像這個都是跟第一個Keyword有關的資料 然後 還有像是 憲法 對 像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概就是像 這個樣子 那除了這個 Rails的版本以外 事實上 NordJazz的版本其實是可以跑的 但是 NordJazz的版本其實就是 資料塞進去的時候是不完整的 所以它的數量是 有問題的 它只有65比塞進去 然後 其他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對 然後這個東西 NordJazz的版本花了我 三天的時間 然後後來我生氣 用Rails 三個小時把它改寫完 好 結束了 其實Rails太簡單了 因為它沒有併發的問題啊 所以就很快塞資料就完全OK了 然後再利用它的API抽一抽就好 對 對 好 那Data全部都已經 Open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施改會 現在線上的一個 那個 report 那未來大家有興趣可以過去 複製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好 那接下來 謝謝大家